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电子书跟电脑的内容来做随时的交换 非常的方便 电子书时代来临 想要阅读透过手机就能轻松看 如果觉得字体图片太小 现在只要手指这样一画 手机里的书签和笔记内容 马上就传送到电脑大萤幕 看得更清楚 这就是资测惠星研发的无缝式阅读 手机上面阅读器会记录你所有阅读的行为 然后这阅读的行为会传到云端书柜 那云端书柜上面就会记录你所有的行为 然后之后你不管用任何的机器来读的话 都可以把你的资料记录下来 只要透过网络 就能将手机电子书和电脑内所有阅读内容相互转换 未来使用者无论在户外或者回到家里都能依照习惯 选择不同的阅读器享受阅读乐趣 不过强调便利性的无缝式阅读 却容易衍生出版权问题 因为这样子的使用行为很容易有盗版产生 所以在DRM这方面我们要做比较严密的控管 所以在DRM的技术上面我们还会做更进一步的加强 许多技术层面问题研发团体还要在研究 而这向台湾首创的无缝式阅读技术 预计在年底就能普遍运用到电子书的市场中 记者蔡惠林应累起特别报道 昨天有4000名以中油为主的石油工会员工 前往经济部抗议 因为政府20年前承诺将在民国104年 关闭高雄另油厂 眼看着期限就快要到了 中油员工要求政府撤销官场的承诺 否则恐怕将会造成中下游的厂商至少12万人失业 远从高雄北上这群身穿蓝背心的就是中油公司高雄炼油厂员工 大捐账结合台南桃园厂员工前往经济部陈情 希望政府能撤销签厂计划 在地方压力下 政府曾经承诺在民国104年要关闭高雄炼油厂 也就是后进武清 眼看着时间过去中油也没有新建新厂的计划 一旦关场马上冲击到员工的工作权 如果整个高雄炼油厂签了 在连带整个人武大厕整个都瓦解掉的话 影响是12万人的生计 武清签厂的承诺是前行政院长郝博村任内 民意反对武清的压力下 政府开出25年后关场的支票 冲击的不止这些 桃园厂也是在地方反弹下 前经济部长林毅夫答应要签厂 现在却什么配套措施都没拿出来 建立一个厂非常的不容易 为什么率性的就答应签厂呢 我们的配套的希望 政府能够在里岛或者海边 能够编列工会用地 那以后新建的工厂 我们当然往人员稀少的地方来建 除了中油员工 中钢 台电 台船等工会团体也前来声援 4000人齐聚抗议的场面近来罕见 工会代表和经济部官员 花了整整一下午协商 但没有结论 抗议员工也决定在现场持续静坐 记者张云津 陈柏玉 台北报道 如果您手上还有统一发票 提醒您赶快对对号码 因为单单在今年的一二月份 特奖200万的幸运得主 就多达了32名 其中有人只花了8块钱买养乐多 也有人只花20块钱买报纸 就变成了百万富翁 到便利商店买东西很方便 不论是买饮料或是买报纸 不少民众都会记得索取统一发票 一定会拿的 而且那个店家才不会逃漏碎 我结果每个月都有兑到200块或1000块的 所以中奖应该还蛮好的 不过并不是每个民众都像这位小姐一样 会按时对发票 根据财政部赋税署的统计 从97年9月开始 虽然把特奖号码从一组增加为三组 但是到目前为止 在256张特奖号码中 还是有44张特奖奖金没有人来对领 相当于新台币8800万元 从一组增加为三组以来 那我们开出对中特奖的 就是这一期的不算 就是已经有中特奖的有256张 那已经对领了177张 赋税署说 光是一二月份统一发票中奖名单 就有32人中200万元特奖 其中有人只花8块钱买养乐多 已有人花20块钱买报纸 就变成百万富翁 所以赋税署提起民众 拿了发票就要按时对奖 像是一二月份统一发票的领奖期限 就到7月5号为止 如果是中了特奖 记得带着中奖发票和身份证 到各县市的指定邮局兑换 情况也比因为一时疏忽 而让财神也给跑掉了 记者赖鼠民虚起风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